下最多的就是在屏東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地區是在加東鄉 水都已經淹到兩層樓了 那麼居民受困在這個地方等不到救援 因此親屬也是非常的著急 我們要來聽聽看 這是一位受災戶郭小姐 那麼透過電話來告訴我們他們的災情 他們現在就是還在等待救援 因為有很多人都打電話過來 可是他們已經沒有水了 他們只利用手機 但是手機的電源也是有限啦 但是到現在聽說還沒有人去救援啦 從早上到現在是已經有多久時間了呢 從早上到現在已經10點多 我大哥就打電話進來了 然後我同學到一點的時候 他說都沒有看到救援人員進去呢 不要說吃的啦 光是等待救援那種心情 而且水一直在漲啊 風雨又那麼大 根本沒地方可以躲了 所以拜託你們請那個中央政府能想出解決方法 趕快進去救他們好不好 所以目前的情況是 就是水已經淹到了二樓 差不多到哪個位置 哪個位置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聯絡到他們 他們的電話根本都沒辦法通了啊 他們的可用的手機也是沒有電了啊 所以到這個早上您是在幾點鐘的時候和他們就是到最後一次的聯絡是在差不多下午1點左右是不是 對我同學那個我媽媽 我那邊我聯絡不到是我同學 嗯哼哼哼哼哼 他說他已經躲到三樓了 已經躲到三樓去了 對 而二樓也沒辦法待了 對 嗯哼哼哼 已經很深了 他說沒有人進去就 但他們整個都沒辦法進去就 然後他們也不曉得要去 請誰幫忙啊 嗯哼哼哼 所以為什麼中央政府都沒有趕快下令呢 雖然對我知道很多災地方有災情 但是溫泉那邊特別低哇 而且這次淹水真的是 真的是空前絕後空前的啊